由澳區省政協委員聯誼會主辦的政協委員華里茲系列活動於9月6日正式啟動 首場活動是培政中學舉行,共有40位學生參與 邀請到培政校友、湖南省政協委員蘇朝輝 和廣東省政協常委莫志偉介紹政協工作,分享奮鬥經驗,並進行交流活動 這次活動是幫助澳門青年認識國情的一次全新嘗試 據了解,下階段活動將會走進澳門其他中學和大學 透過於政協委員蓋拒來交流,加深國情了解,增強本來學生愛國外外的情懷 靜張版活動 靜張版活動 喜歡今天主導的名證